这是新北市戏指手摇饮料店的可不可 这个疫情来看昨天公布有一位女员工的确诊 而在今天最新的进展则是新增一位同事也染疫 看起来可能是职场来染疫的 虽然放假曾经到南部来游玩 不过因为时间点相隔比较久了 目前相关的疫调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戏指这个手摇饮料店 那他有一个同职场的 那是19492 那有一个同职场的19525 那这个他地点是在新北 那好像在放假的时候 有一些到中南部的 有一些到南部的足迹 但时间点看起来有点相隔比较有 比较久一点 那相关的疫调还要再进行 好 来看的是Tara Lynn说第二季要逆转了 他在回应刚刚的王力宏李静磊的一个相关新闻 当然疫情大家也都非常担心 好 罗伯头说他第三季打了Mordella 好 其实大家很多人现在强打第三季 就怕疫情持续的爆发 不过来看的确家族群聚的聚餐 现在在堵扩及了杀石场 疫情没有断下来继续往回来扩 而五个姐妹案件也再增两个人染疫了 当然先来关心的消息 这个高雄情理长 这个女友的妈妈在沙石场工作 而沙石场的老板现在一家四口也确诊 女儿又在台南念书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持续缠播炼 一直在往外来扩散当中 感染源目前还查不到有待理清 不过来看足迹曝光了 他们的足迹其实还真的蛮多了 包含大恩丹 汉堡 大社店 还有高雄灯会 大港虎桥 而另外三姐 四姐 二十号确诊大树五姐妹的群聚 跨县市娘家宴 足迹也扩及了新北苗栗跟高雄 以及平登 大姐住在新北 五妹住在高雄 二月十一号确诊 可以说整个这个各地 台湾各地的这个传播链 仍然在持续的传 而高雄今天所新增的 十三例的本土确诊病例当中 其中先前这位十岁的小男童 过年聚餐染疫 原先是感染源不明状况 不过扩大决增 发现他的大表哥 案19380 女友弟弟从中国大陆回来 而今天确诊列为了案号 案19530 他所居住的检疫旅馆时 这隔壁房间有一个高雄港区 居家隔离的对象也发病 有没有可能因此这样被传染了呢 市长陈行脉表示说 疑似是防疫旅馆所感染的案件 而其实在今天的金定市也出炉了 案19530的病毒株 跟高雄港群聚是一样的 整体家庭的群聚 扩大到朋友圈 这样子突然出去了传播列 感染源也因此找到 那19380我们发现说 他的女友的家庭 在昨天最新的进度 我们也采检 那发现他们的家人里面 包括他的母亲 包括他的 应该是弟弟 那应该是哥哥还是弟弟 是一位居家检疫的对象 那在过年前从中国回来 那我们也发现说 他的CD值是30几 也发现说 他应该可能是 在这个防疫旅馆里面 这个有可能疑似 这个防疫旅馆的一个感染 所以我们在昨天 也这个调阅了 相关的这个防疫旅馆里面 他的隔壁的房间 这个307跟308 两房之隔 那有一位高雄港的 居家隔离对象发病 那经过昨天的 这个调查 那我们认为说 在我们的判断 也认为说 在整个这一个 家族的群聚感染 应该是非常的 这个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那今天的早上 基因定序也出来 这位19530 也就是从中国大陆回来 居检的对象 他的病毒株 跟高雄港的群聚感染 还是一致 那所以整个这个传播链 大概就非常的清楚 这位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位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